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车给举烧了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有一个弹出式的一个EVF的关系器 那这一个关系器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在利用这个这个杆来打开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开机 然后呢在开机以后呢 我们并不能够立刻就用这个EVF 因为呢在打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凹进去的 所以呢我们要用的话要把它拉出来 那拉出来以后呢 它的距离就会比这个G被固出一点点非常非常少的一个特殊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看了 那这个144万像素的一个EVF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自动感应的 然后呢 对 这个自动感应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 虽然不是看得非常舒服 但是它是 会对于强光之下拍摄会有一个不小的帮助 另外呢 这个EVF在我们再按回去的时候呢 这个相机就会自动关机 如果是想要按回去再拍摄的话 就要自己再开机 那这一点有一点点麻烦 不过还是可以习惯的了 呃 想观众的拨杆在这边 我们打开以后呢 可以发现它是可以 又可以大动设计 那多少弥补了一点没有热色的一个遗憾 机背我们可以找到是一个三寸的122万画素荧幕 那这个荧幕呢 是一个180度的 这个翻转是荧幕 那我们翻过来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 对 我在这边跟大家玩这个相机 然后呢 正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L1这个不光灯 这个对照幅之灯 这个相机的镜头位可能是一个24到70等效照具的一个镜头 光圈是1.8到2.8 那更上两代是有一点点不同的 所以 呃 想要 呃 用不同照具的朋友可以 可能就可以自己去选择 另外这一个多功能的一个 呃 控制环也是在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一个控制光圈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荧幕往下也是可以到大概45度 对 可以看到有NFC跟WiFi的支环可以连接规矩手机作为一个遥控的拍摄 那机背的按键 布局 布局就是跟 呃 之前两代就是差不多的 是有一些放下按键啊 风能按键啊 一些 我们按目标镜去看的话呢 可以看到有一些 对 风直 风直对照的一个功能啊 啊 然后 这个拍影片的话也是可以拍到这个XEVCS的平台式 有50个Mac的 呃 这个码率 那简单的动手网就到这边吧 呃 毕竟这一个相机还没有上市 我们 呃 做一个相片的样张的测试 也是 没有很大的意义 呃 这个相机在香港的售价是 港并6,290块 呃 至于是不是 话说完呢 也 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 这个 这个相机在推出的时候 上两大一个相机 2100 2720 都是 会同时在市场上去 去 售售 所以 要钱 买一个就是 大家可以 呃 自由去做了一个决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